各位同学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 历届考题赏息 我们这个部分要介绍的是 两个大母体平均数的检定 这个题目是北大气管研究所的考题 我们来看看它是什么样的问题 这是一个题组 那么它关心的是 Postoperative Pen Relief 这个是手术后的一个止痛状况 他们说A的这种药 它的话是不是比这个drug B 要来的duration是什么呢 是它比较能够耐久 持续性的话来说 止痛的效果能不能够比较久一点 那么它现在给我们了一些资料 在记录在哪里呢 记录了吃了这个drug A 有50个passion 50个病人 那么drug B是40个病人 那么我们这边的话呢 是写的是这边有50个人 这边是40个人 那么他发现这个平均来说 是8小时 这个平均是6小时 这个标准差是5 这个标准差是4 那么现在这个题组 要我们来去做一个检定的工作 是不是drug A 比drug B 要来的持续性好 那么首先 我们要建立一个虚无假设 虚无假设 是这样的说的 既然我们是要考虑的是 A有没有比B强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来说 μA 我们要比的是平均数 如果说他会比他强 就是明显的比他好的话 我们就应该倾向于 去拒绝了这个虚无假设 这个虚无假设是相等的 如果各位同学 你们看到这边是大鱼 那么有些版本的话呢 他们喜欢的是 这两个是要做的一个 对立的状况 所以这边是 小鱼等鱼 这样也OK 好 一二我们解决了 我们来看看第三个 What is the value of your test statistic 我们的这个统计量 要怎么做 以这个题目来说 它是50个样本 40个样本 都是属于大样本 那么大样本 我们当然要采用什么呢 用Z 用Z来做 好 那么我们把Z的这个值 先列出来 这个是虚无假设 我们用的是 XA bar XB bar 这是双母体的比较 所以我们这边是要做一个相减的 μA 减掉μB 那么注意的是 这边我们已经 虚无假设是相等的 我们这边是准备要把它拿掉的 相等的 那么这里的话 是我们的 综合在一起的 标准差 那怎么做呢 这边是N1 第一个数目字是50 它的S1的平方是多少 5的平方 那就是25 第二个样本数是几 40 它的标准差是4 那么它的变异数就是16 好 我们来计算一下 平均数 这是XA bar 8 这是6 那么就是8减6 后面不要了 这边是 这边是2分之1 那就是0.5了 16除以40 那就是5分之2 那就是0.4 来我们算出来是多少 2.108 好 现在Z值 我们的这个测试的值是2.108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这个 这个题目来说 Value of your statistics是多少 那我们就写出来了 Z 等于2.108 再继续往下做 这个的话 P值是多少 什么叫做P值 各位同学必须要了解 什么叫做P值呢 P值的意思就是这样 这是常态分配 我们的值 2.108 2.108的位置是在这边 那么这一块面积 就是我们所谓的P值 那么我们要算这个P值 要怎么做呢 要查表 这块值多少 这个地方 我们要把这个表 来我们找出来 这个表 2.108 2.108 这边是2.1 那就是找的是2.11就好了 0.4826 这边是0.4826 那么这个P值 我们就没问题 应该要用0.5来减 0.5来减 我们就直接写了 0.0174 这就是我们的P值 那么他要我们做 小数点4位 没有问题 再过来是说 他要我们写下来什么呢 rejection region 我们的拒绝欲在哪里呢 α假设是0.1的话 那么我们怎么做 α是0.1 那这个地方来说 是一个单位检定 以单位检定来说 来我们看 α是0.1 这边是0.1 那么这边就是0.4 这边是0.4 我们要去找的是什么呢 找的是Z值 所以我们要逆向查表 来我们找一下 我们看看这边 0.4 最接近0.4的位置是在 这边 1.28的位置 1.如果说超过了Z值 超过了1.28以上 我们就拒绝 所以这个地方来说 我们的拒绝欲在哪里呢 是在于 1.28以上 这就是拒绝的位置 那么我们的结论是什么 我们的值是 2.108 2.108已经在哪里了 超过了 远远的超过了1.28了 所以我们的结论是什么呢 是 reject 拒 拒 拒 H0 我们认为 拒绝H0的意思是什么呢 它的意义是在于说 这个A的这个 要 它的持续性 有显著的 要比B 要来的强一些 我 我 我 感谢观看